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夠在這邊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在剛才如同我們主席還有我們的副委員長都有提到的 我們在開放政府、社會創新等等的一些經驗 台灣其實是很有意思,我自己也會加入這個執政團隊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理由,其實不是我放棄了什麼民間的高興 什麽什麽十大電腦當時我們也是1996年的事情 江山代有財源處我已經年紀大了 那就是以資訊界來講,38歲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為什麽會對公共治理有興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有相當多的朋友覺得說 我們要一起來討論這個CSSTA,就是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那在當時有許多的立法委員們覺得說 我們今天跟行政院做就好了,立法委員何必要具體的討論呢 那是一個法規成績的一個事情啊 所以立法委員就回開運議討論 然後30秒鐘之後就通過了哪一個協議 那當然我跟在很多不同的IGO工作的朋友們 在當天晚上就協助運用立法院這個人民的代議室的一個會堂 然後去具體的把大家逐條的去這樣進行討論過程 然後讓全世界的朋友們知道那就是所謂318的這樣子一個運動 那這樣子的一個運動其實讓整個社會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20幾個IGO一起來進行這樣一個可能要多佔領吧 就這樣一個活動,它並不是為了要去破壞 它並不是一般所謂的protest,不是只是抗爭 它其實是一個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在英文裡面其實也有展示的意思,是一個demo 也就是說我們只想展示給大家看說 如果有可能50萬人在街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在網路上 我們只要運用一套,讓大家能夠彼此互相聆聽的這樣一套方法 我們就可以收斂出,過了可能3個禮拜的時間 收斂出五大訴求,絕一不可 那在這五大訴求呢,在台灣的狀態呢 其實就是當時的立法院院長王子民老師,王子民委員 其實就採納了這五大訴求,然後佔領就成功了 所以台灣的政治環境在2014年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到2014年年底的先市長選舉的時候 所有的以開放政府為訴求的候選人 好比像說在台南的這個賴清德市長 或者在台北的柯文哲市長 都是以這個作為他們的核心訴求 那他們都當選了,甚至有一些還不覺得自己會當選 也因為這樣就當選了 那所有那些不支持這個開放透明的 莫名其妙都都過選了 所以在2014年的年底 台灣的政治氣氛就有所轉變 那當時我們這些協助佔領者來進行這樣子一種討論的 不管是工程師、設計師、引導師等等這些朋友呢 就被邀請到了內閣 那當時我是蔡元一政委員的reverse mentor 那這裡呢就要講到台灣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想法 就是reverse mentorship 我不知道各位所在的這個國家或環下領域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種制度 在台灣在當時因為這樣運動的衝擊 所以當時的內閣呢 在這個當時毛主委員長的領導之下 有大概三四位政務委員都覺得說 好那政務委員理論上是應該 了解新時代的趨勢來調和誤會去迎接上去嗎 那這些新時代的趨勢可能年輕人比較知道 所以呢他們就組成了所謂的今天誤問團 邀請35歲或以下的朋友們來當這些政務委員的reverse mentor 所以理論上我們好像是他們的顧問 但是實際上就是告訴他們說 因實在正在往什麼樣子的方向去做呢 有點想談個study 但是其實是去mentor這些長輩們 那所以當時我因為擔任reverse mentor的關係 就幫忙主持了 像說烏龜進入台灣的調試啊 Airbnb進入台灣的調試啊 等等的這些題目 那也學習到了行政體系的運作 也跟大概三百位行政體系的就是可能十二十等左右的朋友們 建立了一些交情 然後就開始具體的一起想出怎麼樣用社會上面新的做法 叫社會創新來讓公共能做得更好 那當然這個後來大選吧 大選之後 那他們也需要一個類似這樣子的朋友 所以我就回到我以前reverse mentor的那個辦公室 那我也不能算青年 因為那時候就36歲了嘛 所以那我就變成了minister 反而我要靠年輕人來作為reverse mentor 來帶領大家 所以我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就是 在2014年底 因為這個佔領所引發的這個信任的危機 其實呢就是被台灣行政院轉化成了一個新的制度 那我們現在叫做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我們在每一個十二個面對人民的部會 就是所謂社會創新相關部會 每一個部會都有兩位社會創新者、社會創業家 然後都必須35歲以下 來擔任那個部長的reverse mentor 那所以好比想說 我就舉一個例子 勞動部部長 徐部長 他的reverse mentor之中 有一位叫做黃偉祥 那黃偉祥呢 他是一個創業家 他創的是一個社會企業 就是讓技職的國手 好比想說 WorldSkills每年會比嘛 有點像技職界的奧運 好比想說 我們今年拿到金牌的汽車燈器這個項目 就是我們第一次拿到金牌 那像這樣子的一些選手們呢 其實呢 他們的能見度 往往沒有體育選手那麼高 所以呢 他做reverse mentor 勞動部部長說 其實啊 只要在國慶遊行的時候 把運動選手的這個 台灣英雄的這個列車 上面加上技職選手 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會了解到 幫他來技職也是可以出國手的 那他所創立的社會企業 就是去媒合這些技職國手 進入台灣的國中小 因為我們現在呢 今年有一個新的課程綱要 在這個課程綱要上面 我們的概念呢 就是說我們去想 大家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大家自發的提問 自發提問之後呢 由這些包含技職國手來擔任列車 就算他不是專業的老師 他可以帶領你的學生 自己去把整個校舍 把它建立好等等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 這是我這個 在最近才剛從阿迪斯阿貝巴回來喔 就是分享的 我們就是具體的 去提出這些提案的這些地方 那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工作空間 對 所以這個是我的辦公室 就是台灣的 修復創新實驗中心 那所以呢 就透過像這樣子 reverse mentorship 不斷的每一個reverse mentor 都可以去揪人 去帶人 去把部長帶到那個地方 去了解實際發生的事情 提出具體可行的案例 然後呢大家在這樣這樣子 充滿創意的空間裡面 彼此共創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任何有新的點子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告訴 青年委員 或者不知道怎麼告訴 各部會的朋友們 可以來這邊 那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 都在這個空間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聊四十分鐘 所以這個office hour的這個制度 也讓很多人發現說 哦 原來我不需要懂得 這個很很繁複的官方的語言啊 公共政策啊 我就是像一個incubator 裡面的mentor 事實上就真的是一個incubator 像是一個育成中心一樣 我在這邊讓大家 這個實際來跟我聊天 我巡迴勸台灣到高鐵 可能比較到不到的地方 去聽大家的各種意見 聽的時候呢 又透過數位分頻的方法 把它聯繫到台北的社創中心 剛剛講的這十二個誤會 等於讓所有在地的朋友們 我們透過網路來mentor我們的社會的部位 來看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所以台灣社會創新的一個趨勢呢 就是我們在任何地方 都有寬頻作為人權 這個是蔡總統的一個政見啊 就是在台灣的任何一個角落 你都有10 megabits per second 就是寬頻的網路 能夠去做這樣子高解析度的一個視訊 所以即使是在玉山的山頂 那個是接近4000的公尺 你還是有4G的網路 還是可以10 megabits per second 即使是在太平洋上面的東商 或者是在派平島 都還是一樣有4G可以用 而且每個月只要499塊台幣 這個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一個幣 當然是有點意外所造成的 但是我們就是說是very affordable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不管travel 就是旅行到多麼偏向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找到就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呢 我想邀請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就是高大可能有看到QR Code 我也看到有朋友有在掃 那如果掃得到的話就掃 如果掃不到的話也可以手中介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slido.com 然後輸入11011 通常呢我們在這樣子巡回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直接把這個QR Code開起來 然後呢就讓大家很容易的就可以發問 因為呢在這上面的發問是匿名的 我們知道舉手發問常常都會打個七折八折 每個地方文化不一樣 但是匿名的發問呢 往往就會問出一些很有意思很直接的問題 而且第二個呢就是你發問的時候呢你也可以按讚 所以別人的問題如果你也想要問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按讚的數量越高的又會浮到上面 所以如果已經進入這個空間的朋友呢 我們已經可以試試看 就是提一些無上班牙的問題 或者是打個招呼啊 say個hello啊等等啊 你看果然若何福節啊 就 對 好馬上就有一位test跟一位hello 那所以呢 你看他就有一個實質的問題了 對不對非常的好 對好 那keep the question coming 好 那我的髮型師呢 是這個 一個一家叫做好剪裁的一家公司 他叫Super Cloud 對 這個就叫做 Crowdsourced Agenda Setting 就是你問什麼我真的沒有辦法這個predict 所以就是你問了我就回答 這家公司是一個社會企業 他是台灣很少數的髮廊 但是是一家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就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的一個營業的團體 不管透過服務或者是透過他的產品 那他當然是提供服務 那他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他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跟剛剛寶偉想suse for you 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這些既職的法裔的人員 在社會上的認知不足 而且他們沒有一個很好的這個 類似像合作經濟這樣子一個 讓自己有一個很好的career class 所以呢 大家都覺得家長呢 不是很放心自己的小孩去 學習發行藝術 所以他們想把它提升到藝術師設計師的這個地位 這個是對內的交代 對從業人員的交代 對外呢 他們想要去解決這個台灣的很多新住民 很多朋友們 他因為語言不太通 所以常常呢 只跟自己的相關的社群去交流 那比較不會跟社群裡面交流 那他們所在的社群呢 好像六江尼亞等等 都有一些很很 本來已經存在的人際關係 所以往往就會對於這些不同文化的朋友 不管是穆斯林的文化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 東亞啊東南亞的文化啊 可能不夠了解 所以呢 他們就想用一種意見的方式 就是說呢 任何人包含移工 不一定要是住民 包含移工 都可以來就是免費的剪頭髮 那在剪頭髮的過程裡面呢 他就是跟他換他的故事 那當他講出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他們把它做成各種各樣子的文案啊 各種各樣的小物啊 各種各樣子的這個stories 然後呢 因為你剪頭髮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跟在飛機上是一樣的 所以他給你什麼東西 快就把它看完了 那所以 就是讓呢 之後來剪頭髮的客人 能夠透過這樣子 一些小故事 去更加認識我們來自不同文化的朋友 所以他們是等於是 透過剪頭髮這種intervention 去促成社會上面 各種各樣不同的朋友們 來更加了解彼此 然後也能夠凝聚出 更有趣的一個文化 所以他記得名字要做好剪菜 那因為他是社會企業嘛 有這樣子的一些就是 社會上面的一個benefit 所以呢他也把它放在 就是我們的這個社會創新的平台上面 所以任何人只要說 欸那我想要看到這個 促進永續的城鄉啊等等 那他們就會找到好剪菜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我 不管剪頭髮胖頭髮都得去找他們 因為這就是一個活招牌啊 這樣子一個點點 好 那每一次就是都會聽到一些程序問題啊 這是非常好的 有16位朋友們問說 下次辦這個活動啊 那個政府可不可以提供一個禮拜的免費4GN給我們國外帶來的手機 就準備好的那個SIM卡 大家只要有雙SIM卡的話 兩邊都可以接到嘛 那甚至就是如果沒有雙SIM卡的話 其實現在一個很基本的這個SIM卡其實也非常的便宜 所以說不定是真的可以考慮 因為很多旅館 他一來的時候 你在那個桌上就會看到一個SIM卡就是給你在住宿的期間使用 那這個其實不花什麼錢 那我已經看到孟遠長在點頭了 表示明年就參賽了 他這個 非常順利 你不需要湊到五千個人啊 十八個人就可以 導致公共政策的轉變 所以就是有這樣子立民提問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提案 其實很多是公務員在提的 然後比方說有一個公務員提說 我們以前請假都得半天半天的請 但是很多外面的公司都是一小時一小時的請 那這樣對我們公務員員來講比較麻煩 而且現在很多 我們不管是要育兒啊 要長照啊 等等的這些 大概都是一些零碎的時間 所以很希望能夠請一個小時的假 那但是呢 這位朋友在連署的時候呢 就必須用一個 Pseudonym 就是類似匿名的這樣子在提 那因為他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那如果不成功的話 說不定被他的長官這個怎麼樣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種匿名又可以連署 湊到全國五千多個公務員都來連署 而且呢 各個部會在那個人事 就是總處 人事一條邊嘛 他們的人事代會都說 禁调同意 所以我們整個行政院團結起來 去給全序部壓力 那在那個考試院那邊 他們收到的時候 全序部也覺得很棒 那他又要去往上說服考試委員 就這樣一步一步去凝聚公務員的意志 那最後考試員說 好你可以用小時來請假 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壞處 那這位提案人才冒出來說 當年是我提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是要讓大家都有公共的利益 而且你要讓那個提出創新的人 不要有risk 不要有個人的風險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經營社會創新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 感謝這一位匿名的朋友 以及18位連署人 馬上就幫助 就是下次的活動爭取到了免費的死去 好 OK 有13位朋友問說 How do I see fake news in Taiwan 是一個 excellent question 在台灣我們要處理fake news的時候 我們會碰到一個先天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fake news在台灣 並沒有一個很好的翻譯 因為在台灣news翻成新聞 journalism也翻成新聞 journalist 是新聞工作者 也就是說 然後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就是新聞系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其實很難去把新聞工作跟news 就是新聞 journalist跟news 在台灣其實是同一個字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把它翻成fake news 如果翻成假新聞 那這樣子的話 它馬上就有三個完全不同的意思 就是不是新聞工作者做的 冒充成新聞工作 是新聞工作者做的 只是內容可能有誤 然後以及 是新聞工作者做的 內容也沒問題 但是網路上存在的時候 給他下了一個錯的標題 帶風向標題殺人 然後這樣子就會把大家的這個 這個情緒把它席捲出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在台灣是比較不用 假新聞這三個字 我自己是絕對不用了 那所以fake news呢 這個問題 我們是把它叫做 這個disinformation crisis 就是假訊息的這樣子一個文記 那它當然是對真實的行為工作 是造成一個威脅的 那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就提到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在台灣我們是有個legal definition 有一個法律的電影 你必須是故意的 虛假的 而且造成危害 這三個要同時滿足 它才是我們這個假訊息的危害防治 就是想要對付的這個對象 那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意思就是說 你只是無心的轉傳 或者是說 這個其實沒有危害 這個是一個惡搞 就是一個歡樂 那或者第三個就是 它不是虛假的 那是真實的行為工作 或者這個危害 不是危害到public 那這些呢 都不在我們假訊息 危害防治的範圍裡面 也因為我們把這個很明確的寫信法條裡面 所以我們在Civics Monitor 這樣子的人權單位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旁邊的所有管轄領域 日本好一點 但是其他的管轄領域 都因為這個information的關係 它就是一個天似良機 讓行政權呢 去侵蝕新聞自由 去侵蝕言論自由 去讓新聞工作者的話 感覺上好像比不上一個 部長的一個判斷 那這個在我們旁邊的管轄領域 都是這樣子的 那台灣呢 是唯一一個 在這個Civics Information Crisis裡面 我們端出來的每一個方案 都不但沒有破壞 甚至還促進了新聞記者的地位 還促進了言論集會跟解釋的自由 那就是因為台灣 free and open 核心價值 它不是一個工具價值 所以我們在解決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跟它比快 那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這些不實的訊息 甚至它會流傳 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在網路上面 你收到一個 你的朋友來的一個訊息 如果這個朋友是約你去吃飯啊 或者是講一些別的 你一定相信它嘛 因為這是personality communication 但是呢 當它看到一則 這個讓人義憤添陰的 這個 讓人很憤怒的 這是假的 的一個短影片 或者是一個圖片 它傳給你的時候 等於它這個東西 是一個free writer 它這個abuse了 你跟它中間的信任 好像你跟它中間距離很近 它不小心感冒了 咳嗽 就傳染給你了 那這個也不是它故意要傳染給你 它就忍不住就要傳染給你 那同樣的 你看了 覺得這個是憤怒 憤怒是一個負面情緒嘛 那想要把它升華到一個正面情緒 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再轉給別人 因為這樣憤怒 Anger 就會變成憤慨 Outrage 憤慨是一個正面情緒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知道把它轉出去 自己感覺就好一點了 這個 然後稍微再看一下 好像不太對啊 但是已經傳染出去了 所以 就是一串絲串絲串絲板 就非常容易造成這一種 就是精神衛生上面的一種流感 一種傳染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我們現在發現說 這個固然憤怒是一個負面情緒 但是呢 有另外一種情緒 它是可以對抗這個 它有點像預防針的戰略效果 那就是歡樂的情緒 就是當你有一個歡樂的情緒 你看過也很幽默的東西之後 想要用那個題目來調動你的憤怒 就做不到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更不會 都有專業的工作者 那我們的新傳處要求他們 要在四個小時之內 就端出一個很歡樂的 來澄清這件事情的一個方法 那現在呢比較大的部會 包含內政部啊 這個農委會委會部等等啊 都已經 教育部啊等等 都已經掌握了一小時之內 就已經能夠端出像這樣子的方法 那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第二件事情 我就只舉一個實例啊 這個實例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在當時呢 我們就偵測到在網絡上面 開始有一個謠言在傳 說七天之內你染頭髮 燙頭髮 今天主題怎麼都是頭髮 就會髮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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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這個是假的嘛 那所以呢我們就 直接說是假的 那這個圖卡呢 它的title 它的標題 必須少於二十個字 這所謂Triple Two Principle 標題必須少於二十個字 七天內燃髮糖髮 會髮一百萬 是假的 它的內文 必須少於兩百個字 這是我們年輕的時候的 蘇貞昌院長的照片 他說 就算我現在沒有頭髮 我也不會懲罰有頭髮的人嘛 那有一個Fibring 有一張小字說 其實我們真正做的事情呢 是說 我們有一個labeling requirement 就是說 我們要求 染髮劑的這個生產廠商 從2021年開始 就必須要把他的成分 表示出來 我們真正做的是 這樣子一件事情 所以內文兩百次 各自解決這件事 那但是呢 還要有兩張的配圖 所以剛剛只看到一張 年輕的時候的院長 那他就配第二張 第二張是我們目前的院長 的樣子 那這位院長他說 不過呢 你一週內如果一直 燃燙你的頭髮 雖然不會髮錢 但是會傷頭髮 那嚴重的時候 會幹嘛 那所以 這個其實非常幽默 就是 他不是開別人的玩笑 他是開自己的玩笑 所以是很高檔的幽默 那二方面就是說 我剛剛看到大家 就是有笑嘛 就是很歡樂嘛 所以之後你如果再看到 一個義憤天鷹說 政府七天之內燃頭髮 竟然要罰我們一百萬 你的憤怒就不會變成憤慨 因為你有 憂慌的反應過 所以它是一個 enonculation 它已經變成一個 好像 預防接種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再看到這個 你就只會笑到這個 那大家都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在搜尋引擎 什麼七天內燃髮 看到都是這個圖片 那個 謠言的圖片 都找不到的 所以在這樣的話 只要我們夠快 一小時之內 端出這樣子一種 很好笑的澄清 那本來的那個 病毒式的那個 就會往下跳 就不會再傳了 是反而這個東西 會去傳 那當然我們怎麼知道 什麼東西在流行呢 當然還是要靠 包含LINE 包含Facebook 這些朋友們 他們都有一個 數位當責的一個計畫 就好像我們在很多 收到垃圾郵件的時候 會把它丟到 垃圾郵件的資料下 但是呢 在一開始呢 我們一開始沒有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的現象 二十年前都是垃圾郵件 那我們當時想盡辦法 讓Gmail 讓Harmail 這些都有這個 舉報垃圾郵件的功能 所以你只要舉報 垃圾郵件 那就跑到一個 國際上的組織 叫Smackhouse 它就去用人工智慧去分析 到底誰在寄垃圾郵件 以後這個人再寄的話 就會跑到垃圾郵件資料下 就不會再跑到垃圾郵件的收件下了 所以這些假訊息也是一樣的 就是透過在LINE上面 它內建的實時查核的這個功能 透過我們的 臺灣實時查核中心的工作等等 這些都是 它一旦被Classify 被查證 說真的是假的的話 那我們要在Facebook上 它不是把它下架 它是把它 放到所有的資料架 意思就是說 你在Facebook那一面牆上 你要捲兩個小時吧 才捲得到 它預設不會跑到你的眼前 但是你如果專門去看那一則 那一則還是在的 但是底下就說 這個已經經過查證 臺灣市查核中心查證 它是假的 請按這邊去了解 你要按分享的時候 他會問說 你要不要先看過這段查證 再分享 所以就是讓這個 大家願意停下來想一下 停下來想一下之後 就不會被這種 憤怒轉成憤慨的這種情緒 所攫取 那有12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Uber的經營提供消費者高品質的服務 但是也損害臺灣原本提供服務的工作的問題 也出現違背線性反規的問題 不知道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怎麼樣才能夠不背上扼殺形狀的這個帽子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呢 在當時2015年討論Uber這個題目的時候 大家確實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互扣帽子的一個狀態 但是呢 我們應該引進了一套AI的一套系統 來專門討論這件事情 反而就沒有這個問題 之前呢 是兩邊在互相拉扯 好比像說一邊是科技的創新 另外一個是社會的公平 就是剛剛這個朋友 但是也有經濟的發展 跟環境的永續 就是其實我在政府裡面 政務委員 就是這兩邊 就是調不定的時候才會來找我們 如果價值上面這個是一致的 就不會來找我們 所以我碰到的案子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把它做成像我剛剛 Office的這個狀況 變成一個 大家都先找到共同的價值 然後呢 再透過整個社會去確立說 這是我們共同的價值 然後呢 這個確立的過程 告訴business說 你要照著這個做啊 不然會被social sanction 台灣這個social sanction很厲害的 就是這個杯葛啊 不買什麼東西啊 不管是你是做這個飲料的 還是做鮮肉的 都會被杯葛吧 那當我們很明確的 有一個social norm的時候 business就會改變它的行為 那最後呢 才會對整個環境造成一個正面 而不是負面的效應 所以在當時Uber這個案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用了一套 AI討論的系統 它叫做Polus 那這套Polus系統呢 它會自動的把大家的想法 去把它分群分類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可能計程車司機在一邊 就是A群啊 人數是比較多的 那Uber的司機呢 可能在另外一邊 B群 人數是稍微小一點的 那然後呢 另外就是喜歡到Uber的乘客 跟沒搭過Uber的乘客 大概會變成這樣子四組人 那這四組人到底是怎麼分的呢 我們就是先把 實際上Uber2015年 在台灣開始去用一些 沒有職業加照 沒有職業牌照 也沒有通過營業登記的朋友們的 這些事實 把它揭露出來 然後我們花三個禮拜的時間 問大家說 有同樣的這個事實 大家都不爭取這個事實 到底大家有沒有什麼感受 那每一個人的留言 都必須用我覺得來開頭 那我覺得來開頭 其實就沒有對或錯 因為同一個事實 你可能覺得一份天銀 他可能覺得好棒好創起 那其實都沒有這個政府的感受 都沒有只是對錯可言 但是呢 隨著這三四個禮拜過去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有些共同的感受 像這個是另外一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在討論自駕車 台灣的無人載居的法律已經通過 而且無分路還空 所以我們第一張路上的這個牌照 也已經發出去了 册0001的那張牌子 那這個自駕車在討論的時候 同樣會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我們這個介面呢 就是說你一進來就會看到一位公民 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的想法你可以同意 你也可以不同意 那但是呢 你不能夠回應 所以大家最常見的那個reply button 是沒有的 沒有reply button 那你按同意或不同意之後 你的位置就可以是往前走 那就會跑到剛剛講的分群分類裡面 跟你比較像的這些朋友們裡面 這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是說你可以看到 即使你走到最極端的人 你可以看到你的親朋好友還在這 所以呢 不是說跟你意見不同的人 就是壞人 或者就一定是網軍啊什麼的 他還是你的親朋好友 只是吃飯的時候沒有聊過這體而已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呢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當你沒有辦法回覆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做人生攻擊 為什麼在網路上面很多討論都浪費大家的時間 就是因為大家都一直在找彼此的差錯 很少去想自己的感覺 那所以找彼此差錯就是靠reply button 當你沒有reply button 可以按的時候 就像現在的slido上面一樣 如果你覺得某個問題更應該問 那你就是要提出一個更好的問題去拉票 而不是說去攻擊別人所提的問題原來沒有用吧 對 所以呢在這樣的空間裡面呢 我們經過三個多禮拜 你看我們在2015年當時就收到了這樣一個形狀 其實我們每一次法律都出這樣的一個形狀 你就可以收割 對不行 參考那個大家最有共識的最左邊的那些議題 變成我們政府的政策 所以在當時呢就是納稅 納保 那大家都覺得說公開非常棒 浮動式的費率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但是呢 應該要計程車也可以來運用這樣子 所謂的多元計程車 那另外呢大家也覺得說 現有的這個計程車 現在都是黃色的計程車嘛 可是那是為了要在路邊招啊 你看到黃色才知道要舉手啊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用app 或者是你是用kiosk 就是在便利商店的攔車 那這樣子其實根本 那個車的顏色是沒有差別的嘛 你叫車的時候還可以選車種啊 車型呢特殊服務啊等等 所以這個收費也可以再提高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扶斷費率 這個不一定要氣成黃色等等 Uber所帶來的創新 我們在當時所有人都同意說 我們應該要參賽 變成我們的計程車服務的一部分 那Uber呢或許就可以轉型 去變成跟這些多元化計程車 去合作變成它的這個派車單位 那這個就連Uber的司機都是同意的 因為當時他們租賃車的那部分 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一直Uber 自己有一些沒有拍照來搶市場啊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不反對 所以Uber一看到這個結果 他也沒辦法 他必須要當場承諾說 他會去輔導他們的司機 去取得就是專業的執照啊 等等這些做法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不需要浪費時間去討論 右邊的這些 如果你看媒體的話 就會知道這個非常高大上的 就是這個國家應該要促進 公共享經濟這種 就是可能一半的人同意 一半的人反對吧 但是其實跟這個實際的實務 沒有什麼關係的一個題目 大家就可以focus到 就是大家都不反對的一些題目上面 那這個實際的題目是在美國 Voling Green Kentucky 我們也有幫忙的一個 這個叫做他們叫Virtual Town Hall 那不管他們當地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到底是怎麼樣的政治傾向 所有人都同意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在基本教育裡面 現在只有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應該要把藝術也放進去 把STEM變成STEM 那這個很簡單啊 也不花什麼錢啊 但都沒有做 那這個時候市長只要一出來點頭 他連任的機率就增加了 所以呢這個居住力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還有認為說當地的寬品啊 應該有多於家的供應商啊等等 所以就是說這些民生相關的 大家其實都不反對 大部分人對大部分事情 彼此都不反對 只是常常我們如果只看 不管institutional media 和social media 不用忘記這件事情 那像Police這樣的系統 就是不斷的提醒 我們大家這件事情 因此大家就可以先確立功能價值之後 再往前推進一步 然後旁邊的這五個 這個分裂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全知 那所以我們這個其實不只用在內政上 我們也用在外交上 所以呢像我們跟這個IP啊 也這個花了很多的力氣 去設計像這樣子的題目 像美國跟台灣應該怎麼共同合作 拓展台灣在群球社會的 積極角色積極參與 那我們每次跑這樣子一個 Digital Dialogue 都會有非常多的朋友參加 然後我們就不管最右邊的那個 這個讓大家最分裂的那個題目 雖然媒體也很喜歡嘛 但是我們就不討論它 那我們就討論最左邊的這十個 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那大家最同意的就是 讓台灣更實質地通過GCTF 跟日本一起辦 去加上韓國 印度 菲律賓 紐澳、印太區各國的合作 不一定要什麼都經過美國作為指點 這個是不管你在哪一邊 所有人都同意的 所以他們當場就必須承諾 也要做就像剛才說 下次要有4G啊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 當你看到這個是排名第一的時候 他不但是在內政上 在外交上也形成了一些拘束力 所以這是一個很具體的一個回應 那有14位朋友說 民主是數字的遊戲啊 少很多我們在國際舞台上 如何應對數字永遠比我們多的中共 其實呢 我們如果看一下Police這個系統 就可以發現說 它完全不是少伏多的一個邏輯 它的邏輯剛好相反 你看它 右邊的面積跟左邊的面積 它完全不成正比 你就算這邊196個人 它去動員 動員了10倍的人來 每個人的投票都一樣 那它這個數字呢 雖然會跳一下變成1960 就是它面積不會怎麼加 為什麼因為這個面積它算的 是你的意見的多元性 你的意見在solution space 裡面的PG 而不是多少人在動員 我們現在呢 已經有一個dialogue 目前正在跑 它叫做 tca.talkto.twr 如果你很在意文法 你也可以打tca.talkto.twr 都一樣的 那 它問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帶動人才的循環 台灣跟世界之間 台灣循環的主要的阻礙是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討論 所以我們有這個 集體翻譯 所以一進來就是 除了國際事務辦公室之外 很多台灣的大學 根本就沒有行政人員會講英語 支持的設施是很差的 所以呢我們應該要先增進這些行政人員的 這個類似這個 國際事務辦公室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呢也很不錯啊 那說不定你同意嗎 好 那同意之後你的Avatar就是移動 那這個是很坎間的一個情況 因為對話才剛開始 所以它完全是人群分裂成四個 而且這四個就沒什麼交集 你可以說是四個孤島 所以呢就表示說呢 這些朋友們一定有所堅持啊 這個大家都不太同意了 好比像說這個貸款的部分 按照學生收入來還款 而不是按照你當初借了多少錢來還款 因為這個很創新啊 一般的人同意一般的人分 對那A組的人主張說 一般的本科學長 無論如何就要用英語收課 這個他們很同意 但是B組的人想要反對 B組的人徹底反對 所以就是說現在還在一個大混戰的情況 可能因為我們這個對話才剛開始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所有人都同意一些事情 好比像說台灣政府需要來教育 台灣的公司跟就是外國的工人 雇用外國人才的規定和承取 我們有個主動教化的這個義務 那還有呢 我們應該把自己定位成全球高科技 教育的中心 還有呢這個 特別是在長照的這個過程 人口老化等等 就是如果能夠幫忙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外國人應該要陪待久一點 然後呢 他們開戶天洩銀行表格等等 不要去差別對待 就是我們的這個國民都可以用線上服務了 但是外國人只能用偶爾的道 或甚至只能用傳真 這樣子一種不太好的情況等等 所以就是說即使他們吵得不可開交 你還是可以看到說有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所有人都同意的 所以這個呢就會對發起這個討論的難為 也就是美國商會強稱拒疏力 所以美國商會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run下來 到他們提出美國商會年度白皮書的時候 這邊大家都不反對的案子 那這些Easy Win嘛 我們叫Low Hanging Fruit 低垂的果實嘛 他們就直接寫進美國商會白皮書裡面 讓我們知道那個白皮書對於國發會 對於各國會 是有一定的完好的這個強度的 所以同樣的就是透過 讓大家看到第一個真的一天都分歧 第二個即使一天分歧 我們還是有些功能加持 那這兩個加在一起 就可以去產生出 我們所需要的政策的這個拘束力 所以我們的Point就是說 我們如果Celebrate Diversity Celebrate Inclusion 而不是在那邊算人同的話 那其實不管這個任何一個 就是Major Group 用SDG來講話 Major Group 人再多 那我們這邊只要有一個 足以旗鼓相當的一個詞招 而且它可以含融更多多元的價值的話 那在像這種Multi-State Holder Foreign上面 我們的生命 永遠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台灣Can't Help 做了我們外交的目的 是這樣子的在進行做 有十六位朋友問說 這個How do you find the slide so fast to go with my answer 其實呢是有一點作弊啦 就是我把所有強用的 大家有可能問的問題 先已經全部都開在這裡了 所以它是有點像是一個書籤一樣的 就是我不就預期到 大家會問的可能就不出這十件事情嘛 所以這十件事情呢 我都是預先的把它開到這邊 好比想說 剛剛如果有人這個 聽了我們的副委員長的Introduction 問說 欸為什麼爆炫軟體難用到爆炸 會讓設計師能夠進來 然後呢變成我們這個的提案人 提案人呢如何發揮 就是會炒的或是有糖吃 進廚房炒糖吃啊的方式 去把我們的爆炸軟體做了一次提建 包含自包多啊 把力道讓人迷惘啊 這些網友的意見呢 全部都收進來之後 跟右下角是罵得最兇的 跟左上角是被罵得最兇的 這些人呢一起坐下來 開了四場會議 然後就做出一個漂漂亮亮 滿意度去年96% 今年98%的這個新的 報稅的軟體 那我們同樣的模式 其實也用在現在 故宮的這個 就是門票啊 這個入園啊 網路訂票啊 目前正在這個過程裡 健保卡的虛擬化 目前也正在做 那最近才剛做完的是 登山的這個網站 一站式的登山 開放山林 因為以前都要申請嘛 現在是一站式的 就可以去申請或備查 去把它開放等等 總之就是大家越覺得是說 好像我沒有別的替代 你報稅也不能跟財政部以外的 別的報稅啊 登山你要有一個陸山證 要有一個國家公園許可 你也不能跟別的Vendor 就是這種沒得選 就是你必須要跟政府打交道的 這些就是大家怨念最深的 那我們怨念最深的呢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去讓大家進廚房 一起敲堂吃 一起去做出 就是大家最很棒的這個 舒服的見解 就是說 它的interpretation 是 made it comfortable 但是呢 我們需要大家是 在這樣子一個盤面上面 一個mind map上面 去分享 所以像故宮的例子的話呢 這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point 就是說 我們在故宮很多前輩 他們在排隊的時候 其實是 也不想要排很久的隊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寧可 去拿紙本票去排隊 而不願意去用 比較方便的QR code 或者是NFC呢 我們經過實際訪行之後 就發現說 原來那張紙 那張票 對它是很有意義的 他回去可以收藏 可以放在一個這個 屋子裡面 類似集郵冊裡面 他可以拿來在餐桌上 跟他的家人討論 他為了不想要 就是犧牲那張紙 他寧可去多排一些隊 那但是呢 這並不是說 長輩很喜歡排隊 你若只看這個資料的話 會以為說長輩很喜歡排隊 但是 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你就可以多方這個參與 那參與之後呢 就有一位這個設計師 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見解 就是說 那我們在 就是 便利商店嘛 現在在台灣 你常常可以行動支付 支付完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熱轉印紙 的一個QR code 那是你的電子卡票 那這個通常呢 就是設計的不是很好 那也沒有很漂亮的 完全工具性的 但是如果你入場之後 可以拿你這個數位的評証 去換一張 漂漂亮亮還躺金的收據 而不是票 的話 那長輩們覺得很高興 也沒有人想要排隊啊 他敢用了進去之後 還換得到那張紙嘛 那所以就是像這樣子 數位化其實並不是說物質化 不是說電子化 是說我們可以去調整我們的流程 在這裡面讓所有人更方便 但是讓它更舒服的那個見解 還是留著 那個Point還是留著 我們不是說只照顧年輕人 犧牲掉長輩等等 那這個就是我們reverse mentorship的意義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找到對所有人都覺得是 更好的一個社會場面 找到之後一起去推進 那今天演講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先到這邊 謝謝